时间进入了毕业季 东山顺安国中学生及毕业生 特别为斑驳的活动中心彩绘大幅壁画 还融入了故乡东山河流域美景 留下毕业印记 也作为在校的最后纪念 东山顺安国中师生使用率极高的活动中心 墙壁斑驳老旧 即将离开学校的110多位毕业生 在老师的发想之下 一起动手彩绘活动中心壁画 并且请来的艺术家 萧世瑶一同来参与元梦 经过六天的秘籍作业 终于是大功告成 让超过20年历史的活动中心再现活力 也让毕业生在母校留下美好的印记与回忆 主要就是由我们学生 他们主动想说 可以在这个毕业的季节 然后为学校留下一些不同的东西 然后所以大家就发想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这个 我们礼堂的部分 留下一个壁画 给大家一个难忘的回忆这样子 对 我们有请我的一位朋友 这个萧世瑶先生 那他就是对壁画的这个部分 有持续投入一些心力 那想说借这个机会 可以来结束我们完成这个画面 这幅画可以都给学弟妹们 欣赏 对 画会很辛苦 就刮那个墙壁还有画画 就花一个礼拜的时间还蛮美的 不过很好玩 也画下时我们青春的印记 也留下了让学校留下了印象 就是我这一街 藏有三十米宽三米的壁画 主题是呈现东山河流域的故乡 从雪山山脉 山上的茶园到平原及海边 毕业生一笔一画画下属于自己成长的土地 也代表着毕业生对故乡的情怀 因为我们位在东山河的流域 那其实这个印象是我们这里最鲜明 最令人回忆深刻的一个景象 那所以我们想说把这个画面留给学校 留给大家 那放在大家的心里 那我们会永远记得这个回忆这样子 东山风情顺安之美的壁画 也成为毕业师生 何影留念的最佳背景 也让这群六年级学生 在毕业前在顺安国中 留下最美丽永恒的回忆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